今天咱们来分享客家非常有特色的美食 九糟鱼的做法 好吃又下饭 将处理好的一块再切小块些 切好装碗中 加上洋葱片、姜片、适量的盐 10颗左右的黄酒、七星 再来点葱段 用手抓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 盐至一晚上 这就是腌好的鱼肉 将它们一块块整齐的码在烤盘上 放在太阳下 晾晒一天左右 晒至表皮微皱 纹路清晰就可以了 锅中少来点油 有温五成肉 下入一块开炸 炸的过程要勤翻动 炸至像这样表面焦黄色 就可以先加出了 接下来将姜块剥好的蒜 装入绞肉机中 将它们打成姜蒜泥 锅中来点油 油温补成热 下入姜蒜泥炒出香味 再来一汤匙出辣椒面 要是有新鲜的小米椒 做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 加两汤匙的豆豉 抓两把白芝麻 继续炒出豆香味后 加适量的盐 来点蚝油炒匀 炒匀后倒入一块 翻炒一分钟 最后加适量的酒糟 炒出酒香味 让一块吸收酒糟的味道 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的酒糟一块就做好了 看上去真的非常有实意 非常香 非常的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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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